11月20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 目前中国的疫情整体呈现向好的形势 多省疫情均已得到控制 但大连局部地区仍存在社区传播风险 目前全国的疫情整体呈现向好的形势 多省疫情均已得到控制 除辽宁省大连市以外 其他省份近日仅个别地方有零星病例报告 病例主要来自集中隔离点和风险管控的区域 疫情已经进入到少尾阶段 大连市疫情总体区域平稳 病例数明显减少 风险持续下降 但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社区传播风险 需要警惕疫情的仿复 国家卫健委医症医管局监察专员郭彦宏 本轮疫情从10月17号开始 截至20号上午 已经有超过40%的患者治愈出院 这一轮疫情从10月17号到现在 截至到今天上午 已经有647名患者治愈出院 可以说已经是超过40%的患者治愈出院 可以说也跟我们有效的治疗策略和治疗手段是分不开的 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 我们也在积极地配合我们的科研公关组 在新药的研发当中 给予大力的协助和支持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新药 像中和抗体 像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 还有包括一些小分子的药物的应用 吴良有介绍 为进一步发挥流行病学调查 在疫情应对处置中的关键作用 组建了国家流调专家队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疾控局 从中国疾控中心和各地的疾控机构中 领选了300多名 在流行病学调查 疫情分析 实验室检测等领域 专业能力强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 来组建了国家流调专家队 建立了分片区对口包干的工作机制 一旦发生疫情 由国家发出指令 按照就近资源重塑到位的原则 疫情发生了所在片区对口包干的 国家流调专家队立即集结 以最快的时间来到达现场 与省市力量协同作战 力争在24小时内 基本能够搞清疫情的传播链条